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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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陳太太 昨天是假期 我們約了爸爸媽媽來明門金宴喝茶 雖然是假期 但這裏都是照平日的10點才開門 因此未開門已經有不少茶客在門口排隊 點心管息不是最多 最令我們廢解的是 將點心紙沒有列明點心的價錢 那就不太方便食客去選擇點心 另外還有一個餐牌列出點心紙以外的選擇 以及五次供應的特色點心 這個鮮檸蜜桃網皮蝦卷 外形挺特別 蝦卷外表呈綠色 可能因為混入了紫菜 蟒皮蝦卷果然非常鬆化 裡面還有一塊炸蝦餅 很吸引 鮮檸醬汁有領香 味道夠甜 不會酸 蝦卷網皮夠鬆化 不過裡面炸蝦餅似乎炸得有點過火 乾身了一點 蝦卷裡面還有蜜桃 很適合夏天吃 黃金流沙煎堆新鮮炸起 外皮很夠脆 內裡質感夠軟 煎堆裡面的流心鹹蛋黃做得不錯 蝦餅餅 蝦餅黃幾夠份量 蝦餅皮也算夠薄 也夠多餡 蝦夠大隻又爽口 炸漿鋪鋪鋪上了蝦柱絲 看起來有點矜貴 也幾有特色 炸漿的油條很脆 加上蝦柱絲也確實增加了鮮味 这碟牛肉球似乎有点削,不太承认,卖相不太好 要完整地夹起这件牛肉球真的有点难度 牛肉球的口感确实太浓 不过我吃到牛肉有陈皮味,这就加点分 这碟是汁蒸排骨份量很多 每件排骨大小适中,容易入口 排骨也够腍,但不失咬口,调味不错 煎着排骨的香芋粒蒸得很腍,还吸收排骨的肉汁,很入味 这次我们觉得最不好吃的点心就是叉烧包 因为包不够松,比较散,而里面的叉烧馅 不知道加入了什么调味料,味道有点怪 今餐吃了7个点心,茶戒每位2个半 埋单连12%贴士一共是76元 大家留意,单单已经加了12%小费 我觉得今次喝茶的点心水净比我想象中普通 不过酒楼员工的服务非常好 经常帮我们沖茶,态度也好,我欣赏 好了,今次这条片就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 by bwd6 by bwd6